亚洲首场绿色认证金标赛事 2023万金石马拉松将在3月19号开跑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这项赛事可是唯一荣获金标签认证的 马拉松金标赛事 更是全体市民的荣耀 同样对全民运动非常重视支持的 新北市议长蒋根黄也说到 希望大家到场来为选手加油打气 2023万金石马拉松将在3月19号热情开跑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支持时也肯定的这项活动 不仅是全台第一 而且还是唯一荣获金标赛认证的马拉松赛事 堪证全体市民的荣耀 这一次结合我们马拉松金标赛 我们特别绿色时尚 大家只看杰仁 以及让永续环境 能够落实在这一次运动赛事 所以这一次国际责任运动赛事 在台湾首场来举办 希望借着我们绿色的金标赛认 让我们国际的责任运动赛事 在半斤始统的后统 所以这次来参与的市民朋友 一下就扰杀了 做了满满的永远的回应 那我也期待这次的金标赛的赛事 大家用一个健康快乐 永续环境的态度 爱上万金水马拉松 亚洲第一场绿色认证金标赛事 新北市议长蒋跟黄服务处表示 议长向来对全民运动的支持之外 尤其透过活动 还可以让参赛选手欣赏到沿线的山海美景 希望大家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今年赛事更着重在落实环境永续的重要推手 并邀请长跑女神雷丽莎 跑界未来之星夜日红在会场穿着着赛事跑衣 都是由咖啡包特瓶制作而成的 希望共同实践责任运动的精神 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